虽然是SOD Star的四小天后之一 不过新来例子最近却有着不小的困扰 原来她和经纪公司的状况不是很妙 最近更是大量转推女优机攻机攻警的抱怨文 显然是与我心有栖栖焉 然后在7月31日的时候 她发了这么一篇文章 很少看到女优更换事务所还发这种文的 简单说 就是散人了还放便炮糟告天下 到底发生什么事 从机攻机攻警的文章大概可知一二 我直接她最严重的说好了 就是经纪人对她性骚扰 因为Zestream这家经纪公司来自北海道 有些时候片子拍得完一点就回不去 这时候经纪人就会要求她一起睡在事务所里 这让机攻机攻警非常不舒服 虽然经纪人事后说是开玩笑的 但她仍然决定要在心灵崩坏前 逃离这间事务所新来例子 没有明说自己是不是碰到相同的状况 但她显然是支持机攻的 所以也跟着她的脚步换了事务所 现在 她是很爱Project的人了 这就是为什么明明只是更换事务所的小动作 我却特别拿出来写的原因 因为机攻机攻 请写出来的东西是非常强烈的指控 我觉得有必要写出来给大家知道 至于心来例子的状况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她依然支持小天后中的高手高手高高手 ISOD star 不会因为她换了事务所就对她不好 反而有可能因为和Naya Project的关系对她更好 这好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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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爱